香港終於融入國家大局了 繼中國12月大解放 澳門上個月27日都宣布 除罩香港堅守一國兩制 22日還刊宣布延長口罩令到3月8日 成為全球為一個維持口罩令的地方 但怎料到政府昨天突然急轉彎 現在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去全面取消口罩令 取消第一天 街上看到大同戴口罩的比率大概是7比3 感覺很放鬆 都不想戴很久了 所以就沒有戴 一直都覺得疫情已經去到差不多 或者很多國家都放寬了 所謂的政策 全世界其中一個最遲跟的地方 所以就覺得不戴是OK的 有一家大小都齊齊選不戴 舒服一點 我看到去到省所才會戴 其他地方都不會戴 OK 我看到小朋友有一個戴 一個沒有戴 我堅持戴 即是媽媽堅持戴 不是小朋友 因為戴開 聽完那些人為何隨罩 都習慣了 而且因為家人有長期病患 所以我都要保護好自己 我覺得自己可以選擇 可以戴還是不戴都是好事的 安全感 關了這幾年 是 我想問你是何輩 是 我覺得人是要有緩衝期的 因為通知都太突然 平時可能自己做事 其實都習慣了戴 可能做運動那些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隨時要脫都沒問題 純粹都是看那個時刻 我覺得局速就脫了 但我想戴可以繼續戴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選擇 對 但怎會猜到在網上 會因為戴還是不戴 都可以討論到這麼多個鋪 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 每一天有些事情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開心 沒什麼所謂 可能大家 還有我覺得這次也挺好 因為有人事先已經預視到 可能坊間會有這些爭拗 然後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執著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很和善的一個表現 可能以往大家都很容易 陷入一些討論 然後搞到不開心 其實有需要就戴 相信有正常判斷的人 都會懂得選擇 好像他那樣 因為我染疫了兩次 OK 也有抗體 正常會有抗體 當然不怕 在上班時也會戴 因為我做飲食 沒有可能對著客人也不戴 才讓人感覺不太好 戴同戴都有原因 是覺得取消得太急 之前就說口罩令到3月8日的晚 但是後來突然之間 昨天可能被中央政府說 澳門都已經脫了 大陸都已經不用怎麼戴 那不如你們聽聽我們說 不如跟隨其後這樣做吧 但是我覺得香港這樣做真的突然 應該給一個禮拜時間的寬限期給香港市民 不要說一刀切要全部東西 一定要一起做 不可以 之前提議過流感高峰期 才考慮放寬口罩令的梁子超就說 相信大家有群體免疫 未必有太大反彈 又說取消口罩令要有個適應期 建議市民坐車去人多的地方都盡量戴 另一個專家孔凡毅就說 建議學生長期戴口罩 雖然預料會多了人患呼吸度感染 但對學生建立免疫系統都有好處 大家又怎麼看呢? 覺得戴好還是不戴好呢? 留言告訴我們 Like 和 Share 影片 還有去網頁做免費會員花生友支持我們 很多優惠等你 下條片再見 請稍等我們 我們ивать說是 那 ongoing 我們會有光臨ém 使用所以呢 為助助د